中文不难学,学了就会 爱中文语法点是从课文的对话挑出来的重点延伸 许多字都是国教院华语教学标准中 每百万口语字评高过一万比例的字 每一刻我们只列出了一个语法的重点 但是连结了多种的句式 各种句式的表达的语气、语调、肯定、否定 疑问句、是非疑问句、选择疑问句 还有特指的疑问句 这些句式都是以实际的例句呈现 例句当中配合了幽默、亲切的原创手感插画 我们想办法把学语法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练习 将讯息诠释成视觉影像来帮助记忆 这是我们特地作画的原因 常用的会话短语再加上简明的英文解说与范例 让你习惯中文的语序以及语感 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经验都不一样 理解的方式也不一样 你是听觉性的学习者 靠着耳朵学习 或者是你是视觉性的学习者 你喜欢看文字或是图像 所以先用自己最合适的方式来学 其实最重要的是开始 只要你持续21天的专心学习 养成了习惯之后 接下来的就会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得心应手 我会建议 从比较短的基本的句式 我们慢慢地延伸 不要去分析它 也不要跟其他的语言做比较 特别是要将母语放在一边 你全心去感受一个新的事物 不要有压力 因为压力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我们身体坐直 放松肩膀 打开耳朵 你先听三次 你今天要学的目标语法 附送 repetition 是很必要的 可以稳固你的声调 学习道道地地的语调 再练习变化 variation 这种带换 或者是问答 所带来的乐趣 就像是鹦鹉一样 你就跟着说三次 再换下一张简报 如果是英文的说明 你就仔细听懂了 再往前走 如果是问答的练习 先闭上眼睛 跟着说三次 再自己试着问 试着回答 如果是比较长的句子 就是从你熟悉的短语开始 附送 替换 或者是向外延伸 这个就是 I中文里面 沿用了 Steven Christian's I plus one 的概念 最后 请你自己建立一个字库 记录 记录从第一天 学到的词语 或者是句子 写下来 或者是录音下来 都可以 不要多 从三个 五个开始 一周之后 有一个小小的复习 看看你是不是还记得 记得当然好 不记得也没关系 再复习一次就好了 21天之后 集结起来 看成果 不要打成绩 或者是做评论 不论多少 都要给自己一个奖励 跟朋友分享你的进展与关系 甚至教你朋友一两句华语 如果能找到一个朋友 做实际对话的伙伴 那就更理想了 多会一种语言 就能多欣赏一种文化 自己受益良多 更能利他 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们一起来把中文学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